在海角7号的旁边 我们也找到了五藏爱公厕 我们在最高山上 在塔塔家的停车场 我们也 我们的义工同志 到上面去找五藏爱公厕 我们在黎岛 在澎湖的灵头公园里面 也找到五藏爱公厕 我们把它全部整理出来以后 送给行无碍协会 那么我们口号是 行无碍 行无碍 我们口号是 心有碍 行无碍 那我有个问题问一下 是 就经过这段时间 三次的搜寻 好不容易找到 三千多个公厕 是 你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你觉得政府机关 在处理 这个无障碍空间上 是不是应该再加把劲 那当然 就是说 这个观念是不停地进步的 以前我们的观念是 就是假如说 一个厕所中间 有几个不锈钢的 钢转的话 把手的话 就是一个很好的 无障碍公厕 可是像我们实际 去看了以后 包括它的门槛 就是要完全的 是平的 因为有的时候 在洗厕所的时候 怕水流出来 多多少会设一个小门槛 可是这个对于 行动不方便的 朋友们来说 它就是一个障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 我们是有无障碍的公厕 但是它并没有 真正的符合规格 不够完整 不够标准 对 应该叫说 残障的等级有不同 有重度 中度 轻度 轻度的大部分没有问题 可是有的做轮椅 跟电动轮椅的 重度的长站朋友 它要的那个空间 是不一样的 非常可能 地方政府在做的时候 他只是包出去说 作为无障碍的厕所 他心里没有想到 有的人不实用 我们现在是把他 拍下照片来上网 让他可以 让每一个长站朋友知道说 这个厕所等级在哪里 我去哪里可以上厕所 不然我记得 当我们 我把那个光碟 送给那个 无障碍的朋友的时候 一个协会 他们说我们努力了半天 弄两年只弄了一百多间 你们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到一千多间 非常感动 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是 我们居所自劳 和他们非常感谢 因为他跟我说 如果找不到 隧道厕所 第一不赶出去 第二带尿袋 这样大家 用的时候 别人会看你 会把你当作异类处理 所以说我们 所以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希望政府加把劲 我觉得 就是说 这无障碍 本来就是一个 文明国家的一个象征 如果我们这个国家 不能够由政府 那么上行下效 而且是严格规定 还要让民间团体 去到处找无障碍厕所 觉得政府是要负责任 这是我个人觉得 那么政府应该是要 全力推特别内政部 要好好去推动这件事情 看起来我们的 救活团来协助的这个部分 那回过头来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在这个结束之前 还要问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谈到 就是往公益发展 那当然公益就不限制 年龄 那么也不限制 这个 他的这个 是健康的 还是有障碍的人 那么各方面的 都要服务 特别是刚刚周主任提到 说各个公益团 我们都要服务 但是回国团 那这样我们的名称 是不是要改变 这个中国 这个青年救国团 是不是改成 这个全民的救国团 是不是将来有 就是说 或者是说 我们青年工作 还是你们的主族 这点请主任解释一下 你后面讲得好 我觉得青少年 还是我们的主族 比如说刚刚是张老师 1980的电话 打进来之前 我不能够知道 他们的年龄多少 我当然不能说 你不到25岁不得打 或者超过25岁不得打 可是我们整个服务的聚焦 是放在青年 比如张老师 我以青年在家庭 他跟父母的亲子关系 青年在学校的学习 适应的关系 跟同辈的关系 青年朋友进入社会的时候 一开始的择业 选择职业跟适应的关系 但是如果年代周边 有一些我们举手知道 可以帮忙的 我们帮 可是那个焦点是不要失掉的 因为我觉得一旦失掉了 我们可能被多利分 不容易做好 像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 我们现在也是 以大学高中 国中 国小的孩子为聚焦 曾经人可不可以参加 可以参加 但是我们不把它当作 我们的主力 像我们另外设定的团队链 气管部分公司 帮忙在推 探索教育的 它可以替企业界来做 可是那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就是它本身 我不把那个当重点 像运动中心 因为它竟然是包下来 根据规定 我不能够拒绝任何年龄的人 可是我们会主动办的云会 都是真正青年 我们办的各种的社交的办 也是真正青年 所以以青年为主轴 这个方向不会变 可是顺便可以帮助 青年的父母 青年的爷爷 甚至青年朋友的 其他的一些伙伴 我们大概也会连带 顺便帮忙 好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救货团印象 除了它有办很多活动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印象 就是各地的活动中心 这些年来 各地的活动中心 有些什么样的整修 或是转型 因为可以说 现在已经变最便宜的旅馆了 我们先请郑欧讲一讲 你有没有跑过很多活动中心 有 我们活动中心 都是在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 你要不要把它转型一下 有点竞争力 以前当然是 大家都是为了便宜 那以前的生态也是一样 同学们都住在通铺里面 都没有关系 可是现在根据时代的改变 同学们也不太喜欢 再住那种通铺了 所以说我们 我们大部分的活动中心 现在都做了适度的调整 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大概就是 我们都把它变成一样 像商务旅馆一样的方式 同学们也有同学们 活动的空间 风景依然优美 我们大草地依然漂亮 可是房间里面来说 就像一个商务旅馆一样 他住起来是非常舒适的 好 主任你来讲 活动中心的改变 我们基本上目标市场 还是45岁以下的青年 因为根据青府会的定义 青年45岁以下 不过万一青年朋友 带他的父母来 如果青年朋友一起来 我们接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电梯 所以我们对于年纪长的人 是不太方便的 但是我们把那一桩 外面都维持我们原来的特色 比如像墾丁古色古香的敏事建筑 里面我们把它尽量地符合现代化 所以我的贵纳是大概 我们的内装相当于三星的旅馆 但是我们的收费 却是一般的评价的 Use Hostage 就是青年旅设的模式 我们最近刚刚拿到ISO的认证 是全亚洲第一个 也是最好的一个Use Hostage 就是这种青年连锁的旅店 还特别被他们来受证 来表扬 我想既然有这样的好的条件 我们在风景点非常好的地方 又有一些好的房子 内部的现代化 来符合现代年轻部分的需求 因为年轻人不能只有学生 以前讲的是年轻人等于学生 我说四处这下 有很多人是在在业的 把它合在一起 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 可以休息 可以住宿 这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使命 好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旧国团的朋友们 一起来谈一下 那么各位 如果您还是很怀念旧国团的话 不妨去那些风景优美的地方 去住一住他们的青年旅社 那么三星级价格很平价 那么可以去居住 我们今天也很谢谢张老师 来到我们的中间 我们就不叫你涂老师了 张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 还有马杰来到我们中间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希望未来旧国团能够转型成功 而且越来越兴旺 兴盛 而且帮助更多的年轻人 在身心方面的健康成长 跟品格 谢谢您收看 各位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